I will win 咦? 怎麼沒有? 用手的 What's up? 早安 大家好 我是Zach Chong 第一次錄影 第一次拍的影片是在分享雙用車 大家都看很多影片是關於私家車 關於所有的跑車 但是我發覺就是很少人會拍雙用車 所以第一次我和我的Partner William 我們第一次來拍雙用車的review 讓大家看 所以我是第一堂車選的就是 Fuso Fuso Fuso是一個日本牌子 Fuso這個牌子起碼升壓都相當久的歷史 所以我們今天會說Fuso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Fuso的車其實都很特別 讓我一天給你們解釋一下 這堂是Misubishi Fuso FE85TG 所謂的是三燈車 三燈車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所載的重量是三燈 所以這一款有兩個Version 一個Version是FE85TG 就是這一堂你現在所提到的 它可以去到最長的斗去到17尺 而另一個款它的同類型是FE85PE PE可以去到14尺 現standard 第七代的Fuso燈車 它會有日常燃燈 日常燃燈 日常燃燈的意思就是 下面的燈 下面的燈 稍後我會把電影燈放進去 所以它的燈 就是告訴你 我們白天走車的時候 它有一個燈 顯示燈 所以人家在附近的 會看到車燈 你看到車在哪裡 它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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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留意到 其實 在燈 不是全部的燈 它要少了一個部分 我們經常留意 我們的私家車 它通常都會有一個燈 幫我方便我們使用我們的車鏡 但是 在這棟美蘇比斯富山 我們是發現不到這個路線的 因為廠家把它收到這裡 所以 是不是看得很帥仔的這棟車 幫我們看看後面 4D34的引擎 Tuber Charged with Intercooler Aluminum 5度的變速箱 兩顆12W的燈 是很標準的 在市場上 然後 它的車骨 是6mm 大家有沒有留意 它有什麼特別 和其他的車廂一樣 其實 Mitsubishi 是為了增加它的安全性 留意一下 看到嗎 Double Use 它的Chases 在關鍵的地方 例如在X位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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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它全部 都是有Double Use 的Re-Importment Bar 其實就是緊固 整個Chases 增加一堂車的安全性 Double Use 我相信 不是很多的日本車廂 它會有這樣做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 看到這個吊鐘 為什麼 你看到這個吊鐘 好像很簡單 其實這個吊鐘 分分鐘 是救了你一命 為什麼這麼說 當Burberisha 斷了 它最少 最少 它都有一個安全的位置 讓它掉下來 然後手 掉出去 打到其他人 而製造了 霜幕 再加上 Mitsubishi 為了提高它的安全性 其實 它已經 加了一個 看到嗎 Reward Sensors 這個Reward Sensors 當你退車的時候 它會給出一些聲音 和警示 所以 會通知你媽媽 有所有的阻礙物 會提高了 這輛車的安全性 真是很用心 這輛是一輛比較小的商用車 它的油箱 只有100公升 100L的油箱 有一個Lock 不防止人家偷油 它會影響你所有的Sensor 應該是一個很基本的 配件 Builder 位 是你的Cooler 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先開一下 門的角度很大 大家可以看看 很足夠 我們可以輕易地放進去的車廂 它的Footing 也不小 方便 車廂 車廂的設計 很漂亮 比較先進的設計 PV 皮 的Seed 可以調整角度 然後 好的地方 很用心的是 我們後面 竟然做一個 Document Pocket 袋 開放這些 重要文件 或是 Service Book 裡面 讓我先刨去 Fusco 的 interior 一向做得很好 很不錯 大家留意一下 有幾個銀色 Mix and Match Two Tune 顏色 大家會看到 就會比較精神 所以它的儀表板 都很普遍的東西 就是 馬列車 行動的 引擎的轉數錶 行動的速度 引擎的 温度 和油量 先打開 請大家留意一下 有ABS 不是所有的雙龍車 都有ABS System 當有ABS System 就會增加了 這輛車的安全性 Busol Candle 裡面的 Interior 的確是做得不錯 大家留意一下 設計 特意用了Two Tune Color 讓大家有一個 比較好的視角效果 中間的位置 車輛提供 標準的 收音機 冷氣調節 溫度 然後大家留意一下 Gearship Gearship 它的Gearship 是In-Dash 即是跟In-Dash 即是跟In-Dash 跟它的 Staring 的位置 所以 大家會比較舒服 和容易一點 進入瓦 第二個地方 就是它製造更大的 活動空間 給Driver 和Co-Driver 待會我示範一下 你看一下 FUSO 有很多的接密空間 可以放很多文件 放些Shielding 一個杯墊 可以輕易地放一個 1L 或者少個500ml的水壺 在這裏 再加上 在這裏 尺寸都足夠 兩個杯墊 可以放些可樂 植物箱 還有一個箱 一個放其他雜物的空間 留意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可以把我們的卡 Touch and Co 卡 或什麼卡 放進去 所以便會變得 比較方便 這裏 還是一個地方 可以放很多 卡 文件 小文件 甚至 你可以放一些筆 在這裏 以我的高度 1.78 坐上這輛車 調整到駕駛的位置 所以 上面的高度 最少 還有兩個手板 和高的位置 所以 這個車廂 會變得 很舒服 很大 所以 都不會有很大的壓迫感 到這裏 這輛車的保養 是5年 200,000個馬力 和 FREE 500的 Service Maintenance 哇 真的很不錯 很不錯 其他款 或者是同類型的 應該都做不到 這樣的Service 而且 他很用心 將所有 馬來西亞 Misubishi Fuso 的Service Dealer 的聯絡電話號碼 放上 它的Main Screen 那裏 所以 當你 去到不同的州屬 你就可以 聯絡到 每一邊 所有的 Service Standard Fuso 系的Stand-up model 是CAMRI 厚的Window 而不是那些傳統的 拿手腳 開山窗 的融資 然後 你看到 留意它的手柄 是挺漂亮的 挺精緻 副手 雖然是比較黑的 但摸下去 都挺舒服 我想說一下 Fuso做到很貼心的就是 每一天 當司機 駕駛這堂車的時候 他一定會檢查某些東西 就是 例如 引擎油夠不夠 水素的水 夠不夠 酷料的水 夠不夠 其實所有種種的 維持 每一天 檢查的維持 其實 在車頭 你已經可以找到 例如 這個 你看到這個標誌 這個其實是 駕駛油 對不起 太黑看不到 裡面是一個 我看到的 你可以很清楚 知道 你的油夠不夠 當不夠的時候 你其實 就可以 開這個位置 開完這個位置 你就很輕易地 就要加你的駕駛油 所以 又不需要開整個 水素的水 夠不夠 其實 你開了門 你就可以 一日的檢查到 大家 我們的車廂位 很大 先上到我門 In-dash In-dash 的變速箱 會在車頭上 導致我們的車位 會變得很大 當有些地方 我們是 搭了一些地方 我們在門 司機位 是出不了的時候 我們可以 另外一個門出來 就是這樣 跑過去 好輕易地 我們就可以爬出來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Like and Share 最重要是Subscribe 和按隔壁 當我們有出新片之後 你就會收到第一手的消息 多謝你們的觀賞 謝謝你 Bye 喂 不是拍腳 拍我開車 哎呀 謝謝你 快點 快點 不用了 謝謝你 大致上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